在河內,不想落雨落到水浸街 不過我們也來到這間越南餐吃晚飯 又不想落雨落到? 我們來看看這間店的可愛情報和老闆娘 終於吃了一頓正宗的越南餐廳 我現在試著這個越南餐廳,看看怎樣 先不說越南餐廳好不好吃 這個老闆不是這位,這位就是 當老闆娘收到我的禮物 表情多多又上鏡,令我們覺得很開心 真正品嘗到她的出品 而且她的拍檔非常熱情,招待我和我的太太 所以整個過程讓我感受到 真正越南人的熱情好客之道 其他菜看看吧 其中一道菜我很欣賞就是這個椰油炒飯 哇,很香,很特別 另外吃完再添飯,看看,很漂亮 這次是行程緊密 這次在河內和蜆港 留了五天,吃的也不少 剛剛這間越南餐廳是蜆港市 真的,非常特別 怎麼說呢 店鋪很精緻 和一般的南餐廳 在多倫多來說 這一間,感覺上 那個設計用心度 真的有些Fry-down的感覺 加上老闆熱情的款待 還有蔡司很專注在用本地 就是用越南遜港的特色 水果啊,菜梳啊,海鮮啊 吃得很開心 雖然我沒有很多相片去分享 當日吃得很貴吃,忘記拍照 還有太開心了 因為老闆穿著我的衣服 走來走去 這個小小禮拜 你記得我這個上菜天王的logo 每一間店舖 我送一套圍品給老闆、廚師 作為紀念品 我希望這一次 也都在旅行之中 認識多點朋友之餘 將我這個上菜天王的概念 發揚光大 因為老闆太上菜和太玩笑了 令我顧著吃、聊天、喝酒 忘記拍照片 沒有辦法 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想去體驗的話 留言 告訴你去哪裡 很多朋友問我 為什麼我不把地址打上去 某程度上 如果我把地址、電話上去的話 廣告什麼都想幫你做廣告 不過 有些人想去健康玩 想知道哪裡好吃的話 留言 等我們有些互動 亦都令到我的 訂閱我的朋友 更有興趣知道我去哪裡吃東西 去保持我以前做雜誌的感覺 有問題 留言 我解答給你 希望你喜歡 訂閱頻道 看看我去不同國家 不同地方吃東西 所見過所聞 OK Bye 謝謝